- 男生垃圾畫 哈囉,你好,我是萊斯 今天要聊的遊戲是人中北斗 人中北斗是用人中引擎做北斗神園故事的遊戲 這款我個人是期待了很久 在聊這款遊戲之前稍微講一下 如果你很喜歡人中北斗 覺得這款是神作的 拜託你千萬不要看下去 你一定會覺得我很直斑 如果你只是想要找個購買指南 隨便找幾個人問問看這款的評價 我這次就不放後面了,我先跟你講 我覺得這片可以玩 不會到很雷 但是也不會很超值 就普普通通可以玩的片子 它是一個合作的遊戲片 你如果不是北斗你 你對北斗神園沒有回憶 你如果不是人中之龍你 對這個遊戲很陌生 我覺得你錢拿去玩人中之龍會比較好 不要先來接觸這款作品 你可以先玩人中之龍 再看看這系列跟你的視性對不對 好啦,先聊開始 北斗神園的故事是1983年的作品 雖然當代的漫畫作品不像現在這麼多 不過北斗神園也算是當代的劇作 它的設定背景是在1990X年的世紀末 人類文明因為核彈毀滅的大部分 如果你2015年有看Manamax的話 北斗神園的世界設定背景跟Manamax類似 據說當初就是參考Manamax的世界設定 而全四郎的人物設定有參考李小龍 有不少人在實況的時候問我說 對這片的評價 我先講我的感想 劇情很北斗,遊戲很人龍 我知道這感想很廢話,但是真的就是這樣 這次的人中北斗故事是原創故事 滿多劇情和事件和原作不太一樣 但是可以大概了解一下北斗神園的故事和人物關係 多的幾個角色個性滿顯明 真女主角奇莎娜也長得滿正 在主線故事裡面會不斷穿插全四郎的經典台詞 戰鬥打法動畫展也很熱血 沒事就看到全四郎耍帥一下這樣 如果你玩過人中之龍系列的作品 這款遊戲玩起來很人龍,真的很人龍 一樣的遊戲模式,一樣的敘事方法 戰鬥模式也不會差很多 就是熱血動作改成了祕孔和奧義 主線故事我原本猜有個15張以上 但是這次人中北斗的主線劇情意外的短 總共只有11個章節 而且每個章節的時間不算長 如果你從早上開始打 差不多睡覺前就可以全破 不過人中系列的賣點一直以來都不是只有主線而已 不是說主線不夠看 而是除了主線以外 大量的支線任務和小遊戲也是人中系列的重要特色 如果你只玩了主線就當全破 那人中系列的作品你真的只能算玩一半而已 他們的支線任務和小遊戲誠意十足 支線任務的腳本、橋段、故事 除了有認真結合主線類型的以外 還有很多惡搞輕鬆類型的故事 剛好人中系列的主題都還蠻沉重 在這樣的反差下讓童森一馬、讓全市人 去做那些搞笑的任務和動作 要說完全都不會下 我覺得是很困難的 而且強烈建議是邊玩主線邊解支線 這有點像是吃飯配菜的概念 沒事就多吃點菜 太行的就扒兩口飯 當然專心跑主線是一個方法 就是整體玩起來會比較沉重 然後真的會覺得人中北斗劇情超短 小遊戲的表現上我是沒有精算比較過 我自己覺得這次可以玩的東西比以前少 和前面的作品比較起來 我是覺得可圈可點 舉例來說 比起之前的卡拉OK 這次的整聊音樂好玩太多了 雖然音樂種類比較少 但是真的好玩一些 之前的唱歌完全沒有節奏遊戲的感覺 這次呈現出來的效果好很多 但是棒球、高爾夫球這種類型的遊戲 這次用摩托車來表現爽度還不錯 但是我自己比較喜歡之前的棒球玩法 技術性比較高一點以外 打出連續拳雷打的爽度更高 調9是這一代的新要素 不過說穿了就是三個小遊戲在這邊 它結合了修商店聲望 和綁一些支線在裡面的概念 我覺得不錯 不過這部分的內容太少了 第一次看的時候覺得很新奇 10分鐘、20分鐘之後會無聊 偏偏你要弄完這邊的事件要素 沒有個30分鐘一個鐘頭以上是辦不到的 生意人阿全我就不知道要怎麼講 他就是靈兒派給你一個需求單 你要跑腿幫他買東西 修靈兒的聲望等級 完全的跑腿任務重複的一直跑腿 跑腿買東西又很容易卡格子 我不覺得我真的玩到什麼 這個不是小遊戲 可是又有支線任務卡在這邊 想要看靈兒的劇情要不玩又不行 酒店和前座的風化島比較起來好壞參半 這次的酒店小姐多了技能發動要素 在玩起來變化更多 你除了要考慮小姐性感可愛這些要素以外 你還可以多想想技能要怎麼配 拿兩個小姐做同一桌 有轉台功能 這一個部分我覺得是好玩的 但是UI設計和一些介面 我覺得可以更信心 像是轉桌轉台 技能施放這些不太便利 小姐求救發生糾紛的系統比較差了 游標選定框的顏色也蠻不明顯 有時候會搞不清楚自己的方框在哪邊 然後雖然說有些小姐是C級卡 C級卡就是比較爛嘛 比不上S級的 我能理解 但是這個臉實在也太崩了吧 我覺得對客人不要這樣 世紀末了 奇蹟之城啊 沒有什麼娛樂 在外面上班 辛苦上班 或是在外面打打殺殺 賺的錢也是血汗錢 也是辛苦錢 下班回來 上個酒店娛樂一下 消遣一下 結果看到小姐長這樣 每個臉都這麼臭 會想要鬧事你真的不能怪他 那這次越野車系統 就是完全的新東西 你可以開著越野車 在一個類似開放世界的地圖上顯晃 地圖上面會有一些隨機的流氓 一些隨機的物品 然後有一些加油站傳送點 在荒野上也可以接到其他支線任務 我們真的超級不難發現 最近蠻多老牌IP都想在開放世界四次水溫 試著將原本遊戲的元素融合一點開放世界的影子 那其實人中之龍系列本來就有點算事 你有一個主線任務 但是你有很多其他事情可以做 你可以打牌 可以打球 解一對支線 你可以拍照 可以打game 可以開酒店 可以看A片 這次加入的荒野地圖 讓人中北斗更貼近開放式遊戲 除了採集物質的要素以外 更多的要素你需要到荒野去收集 然後結合了成類的設施和事件的互動 感覺應該是個很有趣的設計 可是我覺得設計的不夠細膩 首先先講一下前提 我的PS4不是SSD硬底 在荒野中當然也會有荒野御敵 原本遇到敵人的時候就會有一段動畫展演 基本上這段展演不會太久 不影響流暢度 但是在荒野御敵會多了一段撞車動畫 撞完車你要等全四郎停車 下車這邊要演動畫 可是你原本是荒野系統 要轉的時候會多一段讀取 讀取完之後再一段動畫展演 這會影響到流暢度 可是關於為什麼要這樣子做 最後會再提到 最嚴重的問題不是在這邊 而是當我全四郎已經30級了 荒野的御敵依然是8到10級 這感覺就不太好 要知道在我主線全破的時候 最終頭目差不多高我15級左右 這時候給我低於我等級20級的敵人 會讓我覺得這完完全全在拖我時間 更別提唯一有用的吊寶就是藏寶圖而已 提到藏寶圖 最想要的是什麼寶物 就是可以開放城內的電動間 透過藏寶圖可以有機會取得遊戲機 藏寶圖要打怪或是解決村民問題 村民問題大部分是治病 怕不點隨機要一直繞 掉落都是隨機 這其實沒什麼問題 當你獲得藏寶圖 你要去荒野撿 可是有些寶藏的位置會在一些特殊區域 這些特殊區域你要透過改車才能夠到達 要改好你的車輛 你就必須要去玩賽車模式 賽車模式要玩得好 最好也是要改一點車 要改車你要去做一些零件的交換 而且要開放第二個以上的賽道 你要去解一些任務 或是找到什麼人做什麼事 先不講是不是真的一定要到特殊區域 才能夠撿到遊戲機的機台 可能不用可能要 可是在我還沒有撿到之前 你打到的幾張特殊藏寶圖 會讓你有這樣的想法 會不會機台出現在那些特殊區域 或是你已經撿到遊戲機台了 會想有沒有其他機台藏在這些區域中 這繞了一大圈做那麼多事情 這最終的最終目的 就是為了你想要玩另外一個小遊戲 我覺得把這麼多設計綁在一起的方法 我不喜歡 我不是說這樣不好 這樣可以確保自己的設計 每一項人家都有玩到 但是萬一有人超級討厭玩賽車呢? 可是他超級想要玩電玩機台呢? 我就是那一個人 人家家照用雞腿換的 我是連雞腿都買不起 我對賽車遊戲真的沒什麼感覺 也沒有愛 我可能是個案 因為憑良心講 我覺得他們的賽車遊戲做得還蠻不錯的 打怪解支線任務什麼的 掉零件讓你去改裝 我覺得這樣的設計還不錯 畢竟解支線任務是人中北斗的核心 我一定會去玩得到 可是小遊戲的其中一種優勢 就是如果你不喜歡玩第一種 你可以去玩第二種 你不喜歡看A片 你可以去打棒球 你如果不想當色情邪真攝影師 你可以去打高爾夫球 你們看這多健康 但是假設我想要打棒球 我就必須要看A片 而且我還要看A片看得很透徹 這雖然可以講出 我看A片是被逼的這句話 可是我覺得這樣的設計 可能還需要磨一下 強調一下我覺得這樣的設計不錯 但是一些細部的東西 我覺得需要磨一下 例如說就引導我 讓我去看一下A片 我喜歡我就會繼續看A 不喜歡的話我可以回去打棒球 接著講護符系統 你隨著遊戲進行的時候 會獲得一些護符的製作權限 有時候會同時獲得護符的主材料 灰石 各種不同能力的護符 就需要用到對應的灰石 這個護符系統 各方面的影響算蠻深的 我不知道該怎麼形容這個深 它首先會跟著你的主線 支線各種搭配在一起 你需要解到這些主線支線 才會開放製作權 接著你的被動天賦 導珠也會搭配到 例如你裝了4個女生類型的護符 你的天賦又有點到 素心護符女生組合 你的遭遇敵人經驗值就會增加5% 同時這些護符你可以在戰鬥中使用 冷卻時間超級長 大概30分鐘到一個鐘頭 所以其實你平常真的用不太到這些護符 雖然說你可以藉由花錢來重洗冷卻 你也可以升級護符來降低冷卻提高效果 不過花錢洗冷卻一次都是好幾十萬 這個遊戲雖然說買個牛肉乾也是1萬多塊 但是幾十萬真的不是一個你花了下去的數字 要升級這些護符要取得的灰石 主要也是要透過小遊戲來取得 例如賽車可以拿到BP 你就當他是賽車幣 這個賽車幣賽道上面都有得減 每次可以拿到一點 賽贏了有額外獎勵 一場賽贏了差不多200多左右 可是一顆灰石要3000點賽車幣 這還不算你可能要買其他改車配備 那打格鬥場一場可以賺個幾百到一兩千 可是一顆灰石的兌換價錢是三萬點 然後護符有不少種 沒種有七個新等 我不知道後期的護符是不是每次都只要一顆灰石 可能後期要兩顆要三顆也可能只要一顆 但是都只要一顆也夠你瘦的 當然遊戲沒有強制你去升級這些護符 因為你會用到的機會也真的不多 幾個系統設計看下來跟前面的人中之龍比 這次的人中北斗比較會把各種東西綁在一起 但是我覺得綁得不夠漂亮 比例上抓得不太好 就像前面提到雖然鬥技場和賽車場 兩種小遊戲都可以得到灰石 但是兩邊的灰石不重複喔 所以你不是說想要升級灰石就有兩種選擇 而是你要升級某一個灰石 你就是只能選定他指定給你的遊戲玩 當然我只是一個小玩家 路邊的一個小乳蛋 但是我覺得 農這個遊戲要素 出現在人中系列不是一件好事情 以前打棒球想要打出拳雷達 你只要反應快觀念好 或是你計球路 靠技術靠經驗就可以打出好成績 當然以前也有球棒可以農 但是感受農的成分沒有那麼深 現在不但跟其他東西綁在一起 又強制你要靠農的才能達成目標 我自己覺得有點偏離了玩人中系列的愉快感 以前玩人龍的時候 我覺得處處是驚喜 我真的是驚喜 被逗到笑到不行好幾次 但是這次玩人中北斗 系統播揚中式的互相牽扯 看到要升級個護符 要3萬PM我直接放棄 老實說我自己本身 對這次人中北斗有點失望 可能因為模組這次改用漫畫風格的關係 或是什麼其他不明的緣故 這我也說不準 這次的一些細節表現 一些小地方我覺得做得不好 像是在動畫中 不知道是不是怕破壞髮型還是掉妝 女生在遮臉要哭的時候 手絕對不貼臉 臉跟手會隔個5公分左右 甚至在驚呼的時候 手離嘴巴也好一段距離 手要撐頭的時候也會離個好幾公分 我不清楚是什麼問題 但是我猜可能是怕會破圖手穿臉之類的 然後人中之龍大眾臉的問題 有 可是我覺得不特別講 也不會覺得很嚴重 這一次人中北斗可能是因為漫畫型模組的關係 你會覺得奇蹟之城 整座城市的人都長得差不多 小孩子長得都一樣 分個男女 老人臉重複的更嚴重 尤其支線很多老人小孩 女生路人的臉也就那麼一兩張 誇張一點你會看到路上有四胞胎在講話 接著的問題不會發生在動畫展演 只會發生在一般場景的對話 語音跟字幕對不太在一起 例如說他字幕有刻意切三段來播放 先是點點點來表示全市郎的沈默 接著講第一句話再來講第二句話 但是語音講到第一句的時候 對應到的是全市郎的沈默 第一句還沒有講完 字幕第二句就開始跑 簡單來講就是字幕完全的對不上 在看劇情的時候會有一點不協調感 然後語音對話量這次感覺稍微少了一點 我已經忘記啊 之前人中之龍的量有多少 可是感覺這一次比歷代來說少了一些 也有可能是因為主線劇情比較短的關係 蠻多都是用開頭第一個音 或是開頭的第一句話 第一個詞來帶過 所以會變成有的流氓啊 小混混沒有語音 可是會有開頭的第一個音 就會一直聽到兩個混混在那邊 蛤? 第一次聽會覺得很好笑 好像在二稿玩家 因為人中之龍啊系列是還蠻好笑的 二稿很多 可是多聽幾次就會覺得有點煩 讓人覺得說 這應該是真的沒有注意到這一塊 對話的問題不只是這樣 有的時候對話已經結束了 可是他的對話泡泡不讓你按圈跳過 就是等字幕和語音動作都做完之後 還要等個一兩秒才能夠按圈進入下一句 這在其他遊戲還沒有碰過這樣的狀況 雖然說人中北斗也不是常態性出現的問題 可是次數又沒有少到說可以忽略它 然後開放式地圖的流暢感沒有做好 我舉兩個例子 一個是過場景讀取 當你開車靠近每個加油站或是傳送點 你會下車讀取 然後這個場景會滿滿的空氣強 你沒有辦法真的走在地圖上 其實它就是做成一個小房間 讓你可以在不同的小房間之間傳送 之前講到的荒野御敵 其實是一樣的狀況 它也是另外做一個空間給你 我覺得這可能是技術上 暫時還沒有辦法克服的地方 這個如果他們未來續作要做這樣的地圖設計 可能會改善這個問題 另外一個例子就比較不好 有個地方要你為車子 裝一個破壞石頭的護欄 要你用撞的把岩石撞壞 你就加速衝刺 時速400衝向那顆石頭 當你要撞壞那顆石頭的一剎那 系統就跳出對話框 請豪邁的撞過去吧 然後你的時速被降為0 你要一個U-turn回轉拉遠距離 再一個U-turn調整車頭 做出跟剛剛完全一樣的動作 豪邁的撞過去 可是這個情況完全是可以避免的 你為什麼要多做一個對話框來干涉我 然後有人會說QTE太多 奧義展演的時間太久 導致戰鬥爽度不足這些問題 QTE老實說真的是還蠻多的 不過我個人沒有很排斥QTE的玩法 QTE是快速反應事件 就是你看劇情看到一半 戰鬥展演到一半 突然要你按什麼按你 不然就會發生不好的事 而且奧義的QTE就是增傷效果 其實按按不按隨便你 我自己是不按很難過 你也可以在系統裡面把它關掉 我自己是真的覺得還好 不過動畫展演時間過長這一點 我覺得是問題 一開始看的時候 當然是超級熱血 看到懷念的招式 讓你自己打出來 很有回憶 可是看了5次10次 30次50次 終究還是會煩 沒有任何方式設定可以跳過 或是折衷一點用加速的方式過長 這是我覺得蠻可惜的地方 那有些人說人中北斗是粉絲項的作品 個人對於粉絲項作品 這5個字的理解是 沒有愛你就不要捧 所以如果說人中北斗是這樣的作品 我是覺得沒有到這種程度 只是我覺得這片遊戲 你至少要對其中一款 有認識你在買 然後你買了不要只玩主線 只玩主線快一點隔天你就跑完了 人中系列的支線值得你去多玩一下 而且支線任務給的經驗值獎勵很不錯 如果完全都不跑支線 只跑主線 跟頭目等級相差個20級是有可能的 我自己是沒有刻意去找 但是支線碰到就有解 這樣全破的時候 跟頭目大概相差10到15級 還是可以打 只是頭目戰有點不輕鬆 好啦 這次的垃圾話就到這邊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幫我按個like 想要看到更多的遊戲評論、介紹、攻略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並且按下小鈴鐺接受通知 想要認識一下 平常空虛寂寞覺得冷 想要聊天的話 可以到我的Twitch實況找我 謝謝大家 大家掰掰